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马卡龙配色的新陈编织面 那这里呢我们的分领款和小球包 它的新陈部分是通用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 共用的教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轴线上的加线部分 那加线的顺序就是红橙环绿蓝紫六根 那这里面线我已经提前处理好了 对折找到终点 然后用珠针卡在线的终点部分 把线固定好 那下面我们进行加线 那这里呢我们拿起一根线之后 我们要把珠针卡在两根轴线的中间 这里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 做反斜转结的时候 轴线在下 动线在上 轴线拉直 动线绕线 做反斜转结的加线 注意线的一个顺序 第一下往上要把线拉紧 下面第二下往上 跟上去就好 不要很用力很用力的去拉线 如果太用力的拉线呢 会导致整个编织面缩水 那我们完成好之后的编织面状态呢 这个方向上是六公分 然后如果是这样横向凉的话是八公分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尺寸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可以把珠针拿掉 然后把线掀起来 把珠针卡到线的中间 那主要是为了一个卡好固定的效果 因为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做右侧的时候呢 整个编织面会被提起来 所以还是要卡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做右侧 轴线拉直 动线绕线 轴线在下 动线在上 注意手的一个配合 第一下往上拉紧 第二下往上收就好了 那这里呢我们第一根夹线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继续制作 分法是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轴线拉直 动线绕线 分他们最后就会变成一样的 一共分时的 集中 或者一共用 钥匙 像 炆 这 这 跳 這個水嗎? 這個水 水 水 第一下一定要晚上拉紧 第二下往上跟上就好了 那这里呢我们六根加线就完成了 下面呢我们翻转一下做另外一边 这里呢我们按顺序拿线就好 拿的是轴线 交换一下顺序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这里我们四个面的夹线全部完成了 那下面我们做夹线中间的七色花瓣部分 这里呢我们先把接下来要用到的线先挑出来 那我们这里呢刚刚两根轴线靠右的一根 跟这个方向两根轴线靠左的一根 加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编织面端中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方向上的夹线 一共14根 同样呢我们先把编织面先固定起来 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制作部分 那这里呢是我们接下来的用线 两边最外面是两根夹白色 是我们刚刚夹线的轴线 拉下来接下来会作为动线使用 那下面我们先拿出最中间的香菲粉 交叉一下 左线向右再上 右线向左再下 做一个反斜卷节 线第一下要拉紧 第二下跟上就可以 第二组我们拿出最适橘 先做左侧 香菲粉在下作为轴线 最适橘在上作为动线 做一个反斜卷节 那交换一下 左右边同样的方法 最适橘拉出来作为动线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两个反斜转节 这两根是接下来的轴线 动线在这里 先做第一组 顺着这个方向 继续制作 那我们这里第二排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做第三排 先把柠檬环拉出来 两根柠檬环接下来作为动线 向中间做反斜转节 先做左侧 现在左侧要做两个反斜转节 第一个轴线是香菲粉 第二根轴线是最适橘 那这根动线向右作为轴线 这根你们环拉过来作为动线 做三个反斜转节 第一下一定要往上贴住 拉紧第二下跟上就好 这里第三排完成 下面做第四排 拉出冰率 这里做三个反斜转节 音律作为动线 那这里呢我们做到第四排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 我们这个部分制作的一个规律了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 我们七彩的款式 那接下来我们其他款式的做法呢 跟它是一样的 教程同样也是共用的 那最主要的就是在最开始加线的部分 我们要把加线的颜色的位置顺序呢 做对 那接下来的制作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里呢我们加线部分全部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轴线转动线的敷白色 那这里呢我们敷白 左侧的敷白向右做六个反斜转节 右侧的敷白向左做六个反斜转节 中间不交叉 一定要记住哦 下面先做这一边 按顺序往上左 那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新层的一个角落 那另外三个呢我们方法一样 大家自行完成 演示的部分我会做的快一点 主要告诉大家它的一个制作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做的小狗 poor手 在这边做的小狗 我们就来看 都没有 我们在这边做的孔系 这么多的 什么 我在这边做的 这边做的 我又能做的 我们在这边 我们吃 这边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面的制作 接下来不管是做小球包或者分铃 大家都需要先去调整一下这个编织面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彩虹马卡龙新陈编织面的全部制作过程 那接下来大家如果是做小球包的话 接下来我们车面加线的部分教程大家可以参考爆春花的制作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做分铃的话呢 手提和连接的部分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做演示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